大家好 美国的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目前被曝光 她准备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这是英国的媒体 英国媒体叫每日邮报报道 英国这个媒体其实都有很多独家消息 1月20号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将举行 美国国会大楼暴力事件川普的账号被全网封禁 特朗普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 向外公布自己准备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伊万卡是为了给人留下一个有风度的印象 并挽救他的政治生涯 大家知道大选以后 伊万卡后续可能会参选一些政治职务 比如说是参议员或者是参加美国的政治 之前伊万卡是一个商人 有自己的服装公司 有自己的一些品牌 还是个名人 对吧 和美国这些政商名流都有交往 他又准备从政了 伊万卡 所以为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现在得跟他父亲切割 他父亲不去参加拜登的典礼 但是伊万卡要去 有没有意思 有时候你看拜登 他的就职典礼是一个试金石 另外也是一个政治的实验场 你到底政治倾向到底在哪 另外你是不是真正政治家 你从这上可以看出 我觉得伊万卡是政治家 说心里话 我觉得伊万卡能抛弃他的父亲 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很了不起 就计划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问题 与他的父亲川普已经闹掰了 这事现在媒体已经曝光了 闹掰了 特朗普说 他所能做的最糟糕的决定 就是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那川普应该是否定的 川普非常不高兴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当政治家 不是你高兴和不高兴的问题 政治家他是有什么 他是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涯 或者是政治企图的 他也得到民意 那你现在川普 你这样的话 老跟着人家对抗 特别你已经输了 你不管你服还是不服 你已经输了 那你后续四年之后 四年之内你是没有人保护你的 那如果是个想玩政治的 你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一个 对不对 像这个伊万卡一样的 这个政治眼光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现在这个伊万卡 还是有政治前途的 他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不是意气用事 而这个川普现在越来越觉得 川普实际上有点意气用事 你越来越觉得川普不是政治家了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我输了 谁输了都难受 而且像川普这老头七十多岁了 那绝对有性格的 川普绝对有性格的 那我 我都七十多了 我还怕你们干啥 是不是 七十多了 反正这辈子也过去了 给你道什么歉呢 我就不去了 能把我怎么样 对不对 你想想川普 但是这样的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到什么时候他得 他得有这个政治素养 我觉得伊万卡还是可以培养培养 成为政治家的 他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报道指 白宫进一步陷入混乱之际 一位白宫内部人投入 伊万卡为挽救他所追求的政治前途 订划于1月20号参加拜登的救治典礼 那这让他父亲特朗普非常失望 伊万卡担心他前途光明的政治生涯 岌岌可危 他正尽一切努力挽回自己的生育 消息人补充说 伊万卡希望参加拜登的救治典礼 是因为他想要为他的父亲发声 在救治典礼上替他的父亲发声 不过消息人是说 特朗普似乎对自己女儿决定十分不满 特朗普说 他甚至想和那些试图扳倒他的坏蛋打交道 这是一种侮辱 知情人士还透露 特朗普说了 他全家都必须团结一致 统一战线 消息人还说 总统告诉他女儿 他若出席拜登的救治典礼 会让他失去数千名支持者 这将是他做过最糟糕的决定 在爆料同时 美日邮报也表示 另一位白宫消息人 否认了伊万卡将参加 拜登救治典礼的消息 目前伊万卡能不能参加 这个事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 就是说白宫现在在争执这件事 川普已经公开表示 在1月8号公开表示 自己不会参加拜登的救治典礼 他已经公开说了 他说我在来这里路上被告知 就是拜登也知道 也知道川普不会参加自己的救治典礼 拜登怎么答复呢 他说我在来的路上被告知 他暗示自己不会出席 救治典礼 这是他和我曾经达成一致的少数几件事之意 拜登觉得川普不来是好事 拜登在谈到川普时说 他没有出现是件好事 甚至超过了我对他最坏的印象 这位当选总统 他说呢 他是世界历史上 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之一 就是拜登形容川普是最无能的 所以这么侮辱自己的父亲 然后伊万卡要参加 你可以想想 这忍辱负重啊 我的妈呀 这要拍什么电视剧是不是 卧薪尝胆 忍辱负重 忍辱偷生 为了四年以后再回来 真要这么干 我觉得是政治家 伊万卡真的 我这个绝对不是侮辱或贬损伊万卡 我觉得川普家终于出现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 忍辱负重你还可以参加 挽回自己的声誉 与自己的父亲切割 我的妈呀 以后这个美国就是你的啊 伊万卡啊 美国就是你的啊 你把这种事都能做出来 那美国就是你的啊 政治可不可怕 政治有时候就这样 你想想文革那个时候不也是吗 跟自己家人切割 出卖自己家人 政治有时候就这样 没有任何理由 哎呀 没想到文革要到了美国 美国也需要玩这一套了 所以你看不管什么制度 其实政治都是黑暗的 我以前一直说政治啊 非常黑暗 那普通老百姓没有必要参与到政治中 太黑暗了 太黑暗了 这种政治 如果伊万卡去了啊 我现在就说 如果伊万卡去了 伊万卡真的参加美国川普这个就职典礼了 那我真的啊 我以后就是伊万卡的粉丝了 我把话放着 他如果去了 参加拜登的这个就职典礼啊 我就是伊万卡粉丝了 那伊万卡未来前途无量啊 前途无量 他把这事都能做了 跟自己父亲切割 那伊万卡在共和党内绝对啊 大家如果 对不对 能明是有明白人的 都能看懂的 绝对会支持伊万卡的 他会取代他父亲的 但这种人呢 我觉得把这种事也做出来了 政治前途是有了 但是我觉得他会失去很多人啊 包括他的父亲啊 有时候你玩政治就是这样 不多说了啊 不多说了 咱们看后续啊 还有还有十几天吧 看能不能啊 一周左右 能不能伊万卡参与拜登这个死 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 感谢观看